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念念一意 或得宿命或有他心 或见地狱 或知人间好物诸事 或口说迹 或自诵经 各个欢愉 得未曾有 世人于迷 或为菩萨 眠爱其心 破佛律仪 前行贪欲 口中好言 佛有大小 某佛先佛 某佛后佛 其中亦有真佛假佛 男佛女佛 菩萨亦然 其人见故 洗涤本心 溢入邪悟 此名媚鬼 年老成魔 恼乱使人 艳足心生 去比人体 弟子与诗句献亡难 汝当先诀 不入轮回 迷惑不知 多无见欲 阿难 这个修定的善男子 他受殷虚妙 邪律不能侵犯 原定发明 在三魔地中 心里想和一切的圣人来暗暗地吻合 所以就勉强用澄清的这种精思 贪求这个契合 就因为这一案念贪求契合 所以魔王也就得变了 也就有机会来脑乱你来了 那个爱就是有贪在里头 免的意思 也可以说是贪神通 也可以说是贪智慧 也可以说是他贪开悟了大开眼界 也可以说是他贪助成佛 上弃诸佛之礼 下弃众生之机 他贪这种的境界 这都是那个爱 有贪在里头包括了 就成其经思了吗 就为的是贪求契 和他贪感应道交 贪这种殊胜的境界 这种东西啊 你没办法把他弄清楚的 他是乱七八糟在那乱贪 乱想 什么都没有一个系统的 你一定要说是怎么样怎么样 未免估计太高了 他那儿七扯八拉的贪一大堆 你若问他贪什么 他也不知道贪什么 说不出来一个子无毛友 他这没有一个次第的 一个着魔的境界 怎么会有那么清楚的 你们翻译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 注意这个人现在就是注魔了 就是糊里糊涂的 什么都不清楚的 他若清楚 他若知道的话 就不会着魔了 就是那么糊里糊涂 自己邪里邪气的 总是自以为是 就着魔了 你各处一看 现在那些邪师说法 到处很热闹的 到那儿去听法都要买票 都要干什么的 弄得不知己热闹 又是叫人发财 叫这个发 叫那个发 你说他真明白吗 他明白什么 他若明白就不做糊涂事了 贪求契合 这个契合 就是他贪求开悟 贪求神通 贪求想得到什么 成其经思 就在那儿打坐用功 用功呢 这就是成其经思想要怎么样呢 想要得到神通 所以贪求契合 贪求神通 贪求开大智慧 总而言之 贪种种好的东西 贪种种不劳而获的 像抽鸦片烟过瘾了 他那儿没有过瘾 想要过瘾 不知道用一个什么东西来过瘾好 所以就在这个七路亡羊的时候 就让天魔后得其变 你要得神通 好 我来帮助你 叫你得神通 就这个嘛 现在懂了吗 很简单的嘛 好像有一个地方打禅气 打打 大家都哭起来了 这个抱头痛哭 那个又怎么样 其实这都是主魔了 都是耳食天魔后的奇变 完了 那个不懂得的善知识还说着有境界了 你看我们这儿这么多开悟的 就这个嘛 这没有什么 就是这个 就觉得这真了不起了 还把它写出来 谁怎么样哭 哭得怎么样 说的什么 谁又如何如何 这一般无知的人 还觉得那个地方打禅气那么多人开悟 原来开悟是开哭的悟 笑的悟 这叫开的什么悟 你说这真令人啼笑皆非 成其经思 就是这个 没有什么 那个被狐狸精附体了 中邪了 有一般天上的狐狸在那儿等着 啊 你参禅了 好了 我帮着你开悟 所以 搅得大家都狐狸糊涂的 当时 这个天魔也等着机会 非经妇人来口说经法 被魔附到身上的这个人 他也不知道他着魔了 也说自己得到无上涅槃的妙果了 来到求契赫这个修行人的地方 也安排好了座位 上法座就说法 他自己的身形和所有听法这些人的身形 在这个身体的外形 没有什么牵连 不像前文 有的又变成自己做宝莲花 见到自己身体像紫金光聚 有的看见这说法的人又变成比丘 比丘尼 帝氏 妇人等等 没有这些变化 可是怎么样啊 拎这些个听法的人 还没听法之前 心里就开了物 开了物 这时候就好像喝醉酒了 又好像做梦发了财了 他这个开物不是真正的开物 只是一种幻境 好像看电影似的 这么一种幻化的境界 又好像吃那个幻觉丸 哦 看见什么东西都变了样了 他心里头就念念千亿 或者得到宿命通了 其实他这个宿命通也并不是真的 都是假的 怎么说是假宿命通呢 因为他所看的都是一种幻化的 不是真正的宿命 或者得他心通 或者看见地狱了 地狱的境界都看见了 或者知道人间好的和不好的这一切事 或者随便他就可以说出寄送来 或者他自己就念经 每一个人都欢愉 都高兴了 都说这可真是菩萨啊 这真是佛啊 令我开了物 令我得到宿命通了 可是这就只在听法 那一个时候有的 一过去就没有了 所以说它不是真的 其人不觉是其魔拙 前边经文有其人 亦不觉知 后边经文有其人 先不觉知 这个用不同的字 也有不同的意思 所以有的是加重语气 有的是普普通通就过去了 这个地方也就用不同的意思翻译出来 或者宿命 或有他心 或见地狱 或知人间 在这个地方 这些经文都是佛说他们的这种境界 和一种形容词 形容词是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这都是假设之词 也并不是直接在跟人讲 这是说他们有这种境界 所以你不要死板板的 以为一定就是这样子 这个不需要的 你们现在都明白了吧 佛为什么要说这么一个情形呢 要设身处地想 不单有十种 五十种阴谋 这只是一部分 还有种种变化无穷的 在里头又有千变万化 你一定要死死板板的跟着 闻那么样子刻字窟窿 是不需要的 有的或者佛没有完全说出来 有的或者佛说的多一点 都不一定的 我讲一段跟大家修行比较有切实关系的 在受阴静的时候 往往会产生贪爱善巧方便 要契合天理 要契机 要化众生的急躁心 这种急躁心产生以后 会有一些现象 好像昨天摩以后 有一些没有看过经书的人 往往会说很多经文 在台湾有很多修行者 他本身所看的经书很有限 本身所受的戒体可能已经破坏了 但是他因为要得到善巧方便 看人家讲经说法有很多的信众 他很高兴 希望自己也能够快一点发智慧 可以快快讲经说法给很多人听 这种心理产生以后 在缠作中就会着魔 你看现在很多人很会讲经 这其实已经是注魔的现象了 如果他持戒很严 持咒或诵经很勤 又很用功的话 这个人或许就不会有这种现象 如果你看他本身平时持戒不好 又不诵经礼拜 可是他一上台闭目养神 不止他这个讲的人 我们听的人到了那个道场以后 跟着起了妄想心 三天两天以后 听的人也可以讲得很好 根本不用学经 我认为大家在上人的道场 应该是不会这样 如果到其他的道场 护法神又不护法 本身又企妄想攀着 这种现象多半发生在喜欢缠作的人身上 如果不惜缠的人 这种现象不太会产生 像台湾有的老太婆 她本身一个字也不懂 但是三天 五天之后 她毛笔字可以写得比吕居是漂亮得多 这种情形我看得多了 几天以后 马上集身成佛 真的是集身成佛了 三天前她不会讲经 三天后讲经讲得很好 这种很奇怪的事情都会产生的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正法大家都不学 要学写法 这种人你跟他讲佛法 他不听的 我们了解这种现象可能比较切实一点 在这道场的人可能都不会这样 但是在外面就要小心 这个人也是愚痴到极点了 一祸磨灼的这这个人就是菩萨了 对着这个磨绵密地生出一种爱心来 所以把佛的律仪也都破坏了 不守了 偷偷地就行这个淫欲 这种磨 他的口里他欢喜说什么呢 他有一种说法 他欢喜说 你光是学佛 你可知道佛是怎么一回事 佛也有大的佛 也有小的佛 也有老的佛 也有少的佛 又有先前的佛 又有后来成的佛 那么在佛的里边 也有真佛 又有假佛 魔王说自己就是真佛 那个佛就是假佛 又有男佛 又有女佛 所以他说男女交构这种情形 就是造就佛呢 就是成佛的根本 就是菩提心 他就这么样讲的 所以把人都迷住了 这一般人说 成佛原来这么成的啊 所以拼命就自行淫欲了 获出命都不要了 就行淫欲 他说菩萨也有大菩萨 小菩萨 也有男菩萨 女菩萨 其实除非你没有成佛 你若成佛 就都是男的 没有女的了 你成菩萨也都是男的了 也没有女的 观音菩萨 为化女人 所以他变现女人身 这个人见他这么样说 于是乎也就相信了 把他自己本来修行 那个真正的正心洗了 改变了 就变成邪恶了 说着对啊 这讲的对 观音菩萨 我看他都是女人身吗 这是很现成的一个证明吗 其实他不明白佛法 观音菩萨也不是男人 也不是女人 他是随类应激而化 化度众生 在这个地方 就很难分别清楚 什么是菩萨化现的 什么是魔化现的 不容易分 因为魔也有那种的神通 也可以变化 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是魔呢 你就在他有淫欲心 没有淫欲心上分别 在他有贪心 没有贪心上分别 就在这个地方分别 这个就是一种眼眉鬼 吃眉亡俩这种鬼 他也是经过时间久了 就变成一种魔 来恼乱这个修订的人 时间久了 他生一种厌恶的心 就离开这个人的身体了 于是乎 徒弟和师父都被国家的法律管住了 把他们抓去圈到监狱里 你应该先先的觉悟 首先你要觉悟 不入魔王这个轮回 如果你没有智慧不明白 将来就会躲无间地狱的 或者是乎 并不是 同时 就会那么快 就是